同学们好,继续学习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 那上节课我们谈到金融资产里贪于成本 进行后续计量的金融资产,相关的一些概念 如何进行处理,那下面呢 我们看这一类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过程 我这里面是以债权投资为例 当然说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可能是银行的贷款 还有可能是属于正常的贸易应收款 都可能是贪于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那我们考试呢,主要是债权投资 所以这里面以债权投资为例来进行说明 核算科目是债权投资 那看第一个,债权投资的初始计量 实际支付的款项中 要是包含有利息 我们反映到应收利息里面 这个不是把它记入债权投资的成本 我们前面也谈到过 如果说实际支付的款项中 有已宣告尚未发放的鼓励 那对于股票投资 同样是反映到应收项目 那剩下的就应该是要进入到成本 当然我们在初始计量时 实际支付的款项中 要是有相关费用 直接相关费用肯定是进成本 那借方借债权投资成本面值 我们单独设置一个成本 明细科目 反映的是债权的面值 那最后的差额是属于利息调整 利息调整发生的这个金额数呢 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可能是贷房 也可能是借房 要是属于溢价发行的 发行收款比变质多 那他会在贷房 那折价发行就会在借房 我们发行费用 那比如我们就是购入费用 就是购入债券时支付的交易费用 进成本 实际上不是进到成本明细科目 而是反映到初始确认金额是这一块 就是债权投资成本 利息调整合在一块 它是属于初始确认金额 进入初始确认金额吗 或者有时候谈说进入到成本 不是成本明细科目 你要单纯的看 购入债券支付的交易费用 我们应该反映到的是 债权投资利息调整的明细科目了 然后第二 债权投资的后续计量 后续呢 我们要算利息收入 当然还是要反映 比如说债权投资利息调整这些 因为利息调整 它是折价或溢价 以后分摊 把它寄到各企里面去 那如果说购入的债券是属于分期付息的 每一期该收到的利息 比如说某一年收到多少 或者半年收到多少 它呢是按照面值乘以票面利率计算 分期付息债券 票面利率计算 那是属于应收 那如果说这个利息是到期时一次环本付息的 它并不属于流动性质的了 应收利息是属于流动的资产 那我们现在在其他应收款里反映 其他应收款项目反映 那现在要是到期时一次环本付息的利息 它属于非流动 我们核算时是债权投资应计利息 你别管这个是应收还是属于应计 它一定计算的时候呢 是属于债券的面值 乘以票面利率计算 也就是你收多少 那面值乘以票面利率 然后是代方式投资收益 这个计算呢 稍稍复杂一点 就是你要选择 可能基数 有的时候用账面余格 或者叫总额 也有的用 净格 或者有时候叫贪余成本 期出贪余成本 它有一个选择的问题 然后乘以的利率 有的可能是正常利率 那也有的是属于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 就看 什么样的情形 所以这里面说 债权投资期出账面余额 或期出贪余成本 乘以实际利率 实际利率算正常的 或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 来进行计算 而一般的来讲 正常情况下是期出账面余额 乘以实际利率计算 但是比较特殊的情形 那可能用的是别的 那投资收益定了 差额呢 是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那如果说 购入债券时 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是借方的 我们后续贪销 是当然在待发 因为最终是要把那个贪完 实际上 它是对利息收入的一种调整 我们面值成一票面余额算 都说过了 那涉及这一部分 折价贪销 一价贪销 是对利息收入的一种调整 所以下面我们就看 如何计算利息收入 就刚才谈到的投资收益 我如何来进行计算 那看一下 金融资产的类别 未发生信用减值 如果没有发生信用减值 我们用的是 提出账面余额 乘以正常的实际利率计算 不是贪于成本 贪于成本还要把提的减值给扣了 你不要扣减值 然后说购入或原生的 以发生信用减值的 那这种情况呢 是说要用期出贪于成本 期出贪于成本 比账面余额一定是小 那金融信用调整的实际率也是小 已经都发生减值了 你还使劲算利息收入 好意思吗 所以他乘以的叫金融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 基数小了 那利率也小了 那算的利息收入当然就少了 数就变小 接下来说 购入或原生的 未发生信用减值 那这个购入或原生的 没有发生信用减值 后续期间 已发生信用减值 只要说有减值的 我们算的基数呢 都是贪于成本 期出贪于成本 就账面余额要减具体的减值 那我们要乘以还是正常实际利率 信用风险有所改善 而不再存在信用减值 改善了 没有信用减值了 那我们还回到 正常的账面余额 期出账面余额乘以实际利率 所以大家看一下 如果说 没有涉及到任何减值的事情 没有说发生减值 没有实际发生减值的事情 算了些收入都是期出的 账面余额 然后乘以正常实际利率 要是发生减值了 那我们就是用期出贪于成本 用的是个进口 账面余额要扣掉减值 以这个为基数 利率成什么 要是购入的 已发生减值的 或原生的已发生减值的 我们要称以经信用调涨实际利率 如果是说以后 发生的信用减值的 还是称以正常实际利率 所以这就是利息收入 在计算的时候 比较特殊一点 下面我们看第三 出售债权投资 现在把债权投资给卖了 出售了 那这个售价 银行存款 如果得到银行存款 应该是要把债权投资的 账面价值全部充掉 比如成本 成本里反映的面值 尚未贪销的折价溢价 那是反映到利息调整里的 那如果说是属于 到期时一次还稳复息的 我们还有债权投资 应激利息 那利息都要冲掉 最后差额是投资收益 当然也说一下说 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是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为目标 你凭什么出售 不是不可以出售 就是你出售了 在一定程度上 也不会说改变管理金融资产 业务模式的 这我们在前面谈过这个问题 那这个呢 最终差额是投资收益 毕竟是对外投资的这种行为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 教材的利益22 这是关于债权投资的核算 13年1月1号 甲公司支付价款1000万元 含交易费用 从上海证券交易所 购入以公司同日发行的 五年期公司债券 12500份 债券票面价值总额 为1250万元 票面年利率为4.72% 所以我们真正要是每一期 算收到多少利息 因为你买债券以后收到利息 那是面值乘以票面利率计算的 我们这个题目里面就是1250万 乘以4.72% 题目是于年末支付本年度债券利息 所以利息是属于分期付息的 每年的利息呢 是59 这59就应该是1250万 乘以4.72% 那等于59 就面值乘以票面利率 本金在债券到期是一次性偿还 所以它是分期付息 到期是一次归还本金的情形 合同约定该债券的发行方 在遇到特定情况时 可以将债券赎回 且不需要为提前赎回支付额外的款项 假公司在购买该债券时 那预计发行方不会提前赎回 假公司根据其管理该债券的业务模式 和该债券的合同监定流量特征 将该债券分类为 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我们也多次谈到过 金融资产在进行分类时 要考虑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还有就是属于金融资产的 合同监定流量特征 那这个债券一般的债券 里面没有说在掺杂转换权 形成可转换公司债券什么的 那就是本金合利息的支付 会通过合同现金流量测试 如果说管理金融资产业务模式 我们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那就应该把它分类为 贪于成本计量金融资产 假定不考虑所得税 减值损失等因素 那计算该债券的实际利率 也就是说作为贪于成本计量金融资产 我们有实际利率的计算 那现在就是购入债券 连续五年 每年年底会收到利息59万 因为收到利息是面值乘以 票面利率计算的 我们最后呢 还会收到债券的面值1250万 实际利率的概念 是把未来我们要得到的利息 还有本金都按照实际利率折线 跟现在的购入债券付款额1000万相当 那当然我们在进行计算时 比如说这个题目 它的利息是连续五年年底 每年都是59 但是这个本金1250万 只是五年结束时的 那利息部分是相当一个年金 等个系列收付款项 最终本金1250 那就是一个单独的负利 而也知道 年金是负利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 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过程 也就是说把未来的利息本金 用个什么利率折线 那跟现在的付出对价相当 现在付出对价呢 是1000万 我们就看一下处理的过程 第一年底的利息59 那占在第一年年初值多少钱 是限值吗 就要乘以1加上实际利率的负1次房 1加上2负1次房 第二年的利息59 我们折算到第一年的年初 要乘以1加上2的负2次房 那同样第三年的利息59 我们要乘以1加上2的负3次房 我们再加上59 乘以1加2的负4次房 这是第四年年底的利息 这是第四年年底的利息 第五年年底的现金流 那现在我们要收到的最后一年利息59 还要再加上债券的面值 1250 那用它呢 乘以1加上2的负5次房 这是未来的利息 还有本金 那折算的第一年年初的限值吗 等于1000 采用差值法 可以计算得出实际利率10% 我想我们考试的时候 那一差法计算实际利率 可能不会让算 记得以前也真有过一次 是在2008年的时候 一个计算分析题 第一步第二步很简单 第三步真的让算实际利率 第三步如果做不出来 第四步第五步没法算 就内差法算实际利率 然后听说有的同学在考场都哭了 我怎么还算实际利率 那如果说以后大家真的再碰到 你放弃它就完了 好好做掉别的 哭什么呀 我们会计考试说实在的算 内差法算实际利率 真的不是很好 何况呢 真正的你手工的内差法进行计算 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不合适了 我们现在计算机数据处理的多好 用逼近的方式算出来多准 因为你知道内差法算 说介于6% 7%之间 然后你套件的公式是一个直线方程 而真正的变化并不一定是直线方程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情况下 不要再说 我就近似的 能差不多 那你越接近于真实的越好 所以在后来考试 实际利率没给 确实有 但是 他给了一些年级限制系数 复利限制系数 你用这些系数选对的话 往里一代入 正好 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跟你现在的 付出的对价相当 比如说我拿7%一代进去 正好未来利息本金的限值 就直接跟你现在付出是相当 那实际利率就是7% 以后 后来出过这样的题 那下面我们就说 这个利率算出来就是10% 那下面呢 由于付款 付的是1000万 和债券面值不等 所以就会涉及到有这种 算利息收入 和你每一期 按面值票面利息算的利息也不一致 当然我们现在的付款的金额 比面值数要小 说你真正支付的款项 比债券的面值数少了 那属于这种折价 折价购入 折价这一部分 我们后面各需要进行摊销 所以下面看一下 表上的这些数据的 如何计算 我们用的是一个 7出贪余成本 因为体里呢 并没有涉及到 有减值的事情 所以它也相当于 7出的一个账面余额 正常只要没有减值 我们要算利息收入时 都是用7出的余额 乘以实际率的计算 那现在咱们看 13年年初的贪余成本1000 就是你真正债券 初始确认的金额数呢 是1000 那然后 实际利息收入 用7出的账面余额 乘以实际率的10% 那就这个呢 我们也知道 它就应该是17出 账面余额乘以实际率的10% 那100 而真正的利息收入 那应该是59 面值乘以票面利率的 我们前面有过 这是1250 乘以4.72% 是这个数 算期末的余额 那我没有减值的情况下 账面余额跟 贪余成本是一样的 所以期末贪余成本 7出的加上具体利息 减去实际现金流入 7出加增加减见上等期末吗 那这个数呢 就是1041 而14年 7出的贪余成本 就变成1041了 用1041乘以10%是104 现金流入 每一期的都是59 面值乘以票面利率 就你实际会有这么多收款 1041加104减59 1086 那就是期末的余额 是14年底的 它形成了15年年初的贪余成本 1086 用它乘以10% 109近似的 然后看现金流入 还是59 那这个数 这样呢 15年底的账面余额 7出的1086 加上的实际利息收入109 再减去现金流入59 那等于1136 这个数 16年初的账面余额 或者贪余成本 我为什么老说账面余额 正常的 你真正算利息 利息收入时 没有说真正已发生减值的情形 都是7出账面余额 乘以实际利息计算 那这个1136 乘以10% 近似的是114 那然后 现金流入59 那之后 这是1191 1136 加上114 减去59 那就是1191 那再看 到最后一期 17年底 肯定是零了 因为全部都 结清 就是起码 台语畅上是零 现金流入数 就是最后一期 最后一期呢 1309 那这个数字是什么 是59最后一次利息 再加上1250的本金 是这个数 那我们现在 期末加减少 加上1309 再减去一个七出 1191 等于118 七出加增加 等于期末加减少 所以最后的一个利息收入数 118 最后不要再用了 说是七出贪于成本 乘以实际率率算了 比如我们这个 你再来个1191 乘以10% 119 那不对了 那119最终 那利息调整的科目 没有全部充掉 那不行 所以 计算时 最后一期啊 利息收入数 是后算 不像我们前面 那你真正算 实际利息收入 都是用七出的账面余额 或七出贪于成本 乘以实际率率计算 是不同的地方 那接下来看一下账目处理 第一个 13年1月1日 购入已公司债券 那这一方债券投资成本 要反映的是属于面值 这是个面值 面值反映 贷方 贷计 银行存款 是 1000万 那然后呢 债券投资 利息调整 那这个数呢 是250万 那当然我们知道 债券投资利息调整 在这五年里面 要进行分谈 计入各期的收益 实际上分谈的时候 是影响的利息收入 下面第二 13年12月31日 确认已公司债券 实际利息收入 收到债券利息 我们这里面 应收利息 面值乘以票面利率 这是分期付息的 所以反映到应收利息里面 用期出账面余额乘以实际利率 算投资收益 也是先算 这两个先算 差额就是 利息调整 贪销数 在这一期的 那我们知道 购入债券时 债券投资利息调整 贷房 贪销数肯定是借房 所以会有债券投资 利息调整 那这个是后算 实际收到利息 59万 面值乘以票面利率的数字 借银行存款 贷房贷应收利息 59万 再看第三 14年12月31日 确认已公司债券 实际利息收入 收到债券利息 那跟前面的道理一样 我们14年 第二年 应收利息先算59万 投资收益也是先算 104万 因为投资收益用期出 账面余额乘以实际利率计算 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那这个呢 是后算 挤出来的是差额 而实际收到的时候 也都是一样的 借银行存款 贷房贷应收利息 59万 15年12月31日 确认已公司债券 实际利息收入 收到债券利息 同样的应收利息先算 妙值面值乘以票面利率 那又15年年初的账面余额 乘以实际利率 那计算的投资收益 也是先算的 109万 后面的差额 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这是后确定 不是最后一期 我们都是先要决定应收利息 投资收益 然后呢 挤出债权投资利息调整的贪销数 最后一期不是 最后一期到时候我们再看啊 因为你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必须贪满 然后呢 你再去算投资收益 这个投资收益 反映的是一个利息收入 那当然 年底收款59万 借银行存款 再应收利息59万 而第五 16年12月31日 确认已公司债券实际利息收入 收到债券利息 一样 面值乘以票面利率 借应收利息59万 用期初贪于成本乘以实际利息算 投资收益 代方的是114万 先算 那差额是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实际收到是借银行存款 代方代应收利息59万 最后一期 17年 就不同了 我们17年的时候 应收利息 面值乘以票面利率59万 先算 但利息调整一定要贪满 是当时 形成的这种折价呢 我们每期要进行摊销 要把它摊满 总的是属于形成时 250万 最开始啊 购入债券时 是250万 债券投资利息调整 13年摊了41万 14年摊了45万 15年摊了50万 16年摊了55万 剩下的应该在17年把它摊满 所以他先算这个数呢 就是59万 要摊这么多 这样我们可以确定 投资收益的数字 核算时呢 就是他 118万 但是有表格的情况 你可以按照我刚才表格的说法 来确定这个118万 你要是没有表格正常的 按我们这样做分路 你一定要保证在最后一期 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是要摊销完毕的 不要留点金额做纪念 那不行 那这样的借记 银行存款代应收利息 59万 这是最后一期的利息 然后本金1250万收回 因为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已经探完了 那下面再借银行存款 代方代债权投资 1250万 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情形二 还是这个例子 第二种情形 这种情形说的是 未来现金流变了 重新议定了合同 那我们就要考虑 你什么时候议定的 这个时刻就要调整 他期出的账面余额 我们前面曾经 说过这个问题 调整的数字 把它直接寄到当期随意 也谈过这个事儿 那下面我们看说 假定 在15年1月1日 实际上它是第三年年初 我们当时的债券是13年1月1号购入的 那对方是1月1号发行的 现在说在15年的1月1号 假公司预计本金的一半 因为整个的本金数1250万 现在它的一半呢 是625万 预计它的一半 将会在15年的年末收回 而其余的一半本金 将于17年末收回 因为对方是17年末付清 我们那边收回 是你购入的债券 这样我们就会看到 在15年底的现金流 变了 因为原来只是说 我们收到利息每一期期末59 现在625 还要再加上一年的利息59 因为15年的利息 还是按照59收取 因为本金的一半是15年末收回 那然后16年17年末的利息 也变了 原来都是59 现在59的一半 最后17年末的本金 原来是1250万 现在变成625 所以这些都变了 既然未来现金流有变化 那你用原来的实际利率 算出的限值 肯定在变化的 这个没问题 所以则假公司应当调整 15年初的贪余成本 你什么时候决定的改变 在这时刻就要调 你想原来15年年初的贪余成本 或者账领余落 是按照原来的现金流 按照原来的利率折现的收付 而我们现在的不是了 新的现金流跟原来不同 实际利率还是原来的 那你折现的限值 当然不同 所以这个差 要调的时候 既当既费 我们也说 调整时要采用 最初确定的实际利率 比如说我们前面那个题目 算出实际利率是10% 你运用10% 不能说我在15年年初 再重新的去计算 它的实际利率 不用 不上出这个来 那下面我们看 表里的调整的这个数据 看它的一个处理的过程 13年14年是没有变化 13年期出贪余成本数 或者期出账面余格 我再说一下 假如没有发生减值 那账面余格贪余成本是一样的 数字相同 期出的是一千万 利率都是10%的 那一千万乘以11% 现金流入是59 这是面值乘以票面利率的 所以这数是59 那期末谙余成本1041 期出的一千 加上既提利息100 减去现金流入59 所以等于1041 对我们前面说过 它成了14年年初的1041 期出贪余成本 那乘以 实际利率 等于104的利息收入 现金流入59 面值乘以票面利率 这样呢 1041 加上104减59 那么期出 具体利息增加 账面余额 那你现金流入收到 那会减少账面余额 期出加增加减少 1086 那我们前面那个表格 表示三更二 15年年初的贪余成本是1086 现在不是了 因为15年的1月1号决定 未来先进流发生变化 有一半的本金 15年末收回 剩下的一半是在17年末收回 所以我们现在就 按照新确定的现金流 来计算一下15年初的这个限值 那我们看限值怎么进行计算 是 现在就是站在15年了 来进行计算 比如这是15年的1月1号 那涉及到有16年 15年底 16年底 17年底 我们会收到的数 15年底的利息呢 还是一个59 然后呢 这个本金的一半 625 要收回 16年 16年 这个利息呢 一半 近似的 现在30 而17年 就是说 15年的 12月31号 然后16年 然后16年 12月31号 再有17年 12月 31号 而利息 也是30 然后还有 本金的利息一半 625 我们现在要算 在这个时刻的一个限值 限值利率折现时 用原实际利率折现 所以你要算算 这个点上的限值 多少 往前折 因此就是 15年底的625 加59 我们要乘以 1加10的 负一字房 因为这是17 你是在15年 1月1号 改变的现金流 要算这个点上的限值 那我们再加上 16年底的利息 30 乘以1加10的 负二字房 再有呢 625 加30 17年底的 现金流 乘以1加10的 负三字房 这个数是 1139 重新计算的 15年初 它的一个 限值 这个数 所以它就形成了 1139了 那我们再算 实际利息收 1139 乘以10% 114 现金流入 我们也说过了 那这个呢 就说 是600 本金的一半 625 加上59 是684 本金18685 15年的利息呢 正常的 还是按照59来收取 684 那期末 贪于成本 569 1139 加114 减684 569 16年年初 贪于成本 569 用它乘以10% 57 然后呢 现金流入 就是相当于一半 是近似的嘛 59的一半 30 569 加上57 减30 等于596 那最后的期末 贪于成本 都是0 而现金流入 说是30 再加上一个625 这是最后一期的655 7出加增加 等于7末 加减少 那也就是说 7末是0 加上655 是减少 等于7出 加增加 那你减去 7出 596 就属于增加数呢 59 只是说 这个数字的计算 那这些项目数字的计算 好 下面我们看说 根据上述调整 甲公司的账务处理 中项 15年1月1号 就前面都是相同的 13年14年就不管了 我们现在只是15年1月1号 现在要调整 7出账面1多 调整数字计算 说过 所以在上节课曾经谈到过 有什么重新议定合同 怎么进行调整 那你把这个例子看完 再看前面的文字 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调背 因为你未来现金流变了 我们用原来的实际率 折现的限制 跟原来核算数不同了 不同说差额即当即损议 那你看 新确定的15年1月1号的限值 1139万 而如果按原来的 你说没有发生 现金流改变 原来的15年1月1号 贪余成本或账面余过 1086万 所以现在就增加了一个53万 那要调背 把这一部分 即当其损益 这样呢 借方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53万 贷方贷投资 收益53万 我们要进行调整 那第二 15年12月31日 确认实际利息 收回本金 15年底 那借应收利息 因为这一年的利息呢 还是按一年来算 因为我们是 本金是在这年底收回的 并并享15年利息 所以面值乘以票面利率 仍然是59万 那我还是先算 贷方贷投资收益 那这个是七出 贷于成本 乘以实际利率 那这个数呢 是也是先算 114万 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 那后算 55万 我们实际收到款项 借银行 存款 贷方贷 用收利息 59 还要反映 本金的一半 已经收回了 这一半625万 借方银行存款 贷债权投资成本 625万 第三 16年12月31日 确认实际利息 那借应收利息 30万了 就是这一年呢 只是625万 再去乘以 4.72% 30万 那贷方贷投资收益 也是先算57万 七出贪于成本 乘以实际利率计算 差额债权投资利息 调整后算 这是第二个 实际收到 30万 借银行存款 贷应收利息30万 那我们看 17年12月31日 这最后一期 利息调整呢 要贪满 包括呢 15年初 当时因为现金流改变 调整数字 反映的利息调整 那你最终都是 一定要贪满 应收利息30万先算 那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13年1月1号 形成的 当时贷方数 1250万 13年底 摊销了41万 14年底 摊销了45万 15年初 由于 对他进行了修改 因为本金一半呢 将于15年底收回 导致我们要调整 那调整 那调整限值 确认投资收益 当时反映的 利息调整 也是借方的 所以把它再减去 53万 就是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这53万 也要减去 原来发生是在贷方 然后我们再减去 15年底 摊销数55万 再减去16年底 摊销了27万 还剩29万 所以最后一期啊 你真正核算是他先算 排在第一 然后确认投资收益 两者的合计呗 后算的59万 这是他的一个处理的过程 如果有表格 表格里大家也可以看到 从表格里59万 投资收益怎么算 也可以他先形成 那也能够保证 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肯定探完 但是说没有那个表 你一定是 债券投资利息调整数呢 正常先算 然后再算投资收益 这是最后一期 借方银行存款30万 贷应收利息30万 本金的另外一半收回 借银行存款625万 贷方的债券投资 那成本625万 说假定的假公司购买的 以公司债券 不是分次复息 而是到期一次换本复息 我们再变换一下 那现金流并不是说 利息发生在每年年末 而是都发生在最后一次 最后一期 且利息不是以负利息来计算 那也就说 它是假定 每年的利息的 还都是59 只是说 都是发生在第五年结束 那个点上 我们才能够收到 那假公司 所购买以公司债券的 实际利率 如何来进行计算呢 最后 五个59都发生在17年末 就是第五年结束 还有本金1250万 也都是在最后 那我们就是把这些 乘以一加上实际利率 的负五四方 因为是在第五年结束 我们算它的限值 乘以一加上二负五四方 等于现在的 付款的金额是1000万 而由此的计算得出 二是9.05% 那现在我们看 这个表 13年 七出贪余成本 还是1000 然后呢 我们要用1000 乘以9.05% 那就算利息收入 这是第一期的 90.5 现金流入 前四期都没有 因为利息都是在第五年 年末才能流入 所以现金流入 13年是零 期末贪余成本 七出贪余成本 加上具体利息 减去现金流入 所以这里就是1000 加上90.5 减零 等于1090.5 它就形成了 14年年初的贪余成本 1090.5 我们用1090.5 乘以9.05% 那计算的是98.69 现金流入还是零 1090.5 我们再加上98.69 减零 等于1189.19 它形成15年年初的账面余额 或者是贪余成本 1189.19 我们用它乘以9.05% 是107.62 减去零 同样还是减零 1089.19 加107.62 减零 等于1296.81 16年 提出贪余成本 1296.81 用它乘以9.05% 那16年确认的利息收入 117.36 那现金流入还是零 1296.81 加上117.36 减零 等于14 14.17 那就形成了 17年年初的贪余成本 而我们最后一期呢 不要用 1417.17 乘以9.05% 计算 实际利息收入 那有表格的情况 我们看 期末的贪余成本是零 那然后呢 现金流入 五个59 就说 这是59 乘以5 再加上一个1250 最后现金流入呢 是1545 同样 7末零 加上减少现金流入吧 1545 然后等于7出加增加 减7出 14 14.17 就应该等于130.83 这是这个数的形成 那确认的实际利息收入 账务处理 第一个 13年1月1日 购入已公司债券 那借方的债券投资成本 17250万 同样反映面值 代银行存款1000万 然后呢 是债券投资利息调整 250万 我们当然后续 也是要把它进行弹销 第二 13年12月31日 确认已公司债券实际利息收入 这个时候呢 用债券投资应激利息 不要用应收利息 应收利息 说过它是流动资产 而现在的利息 已经流动不起来了 因为你真正收到 是在一年之后的事情 我们要反映到债券投资 应激利息 应激利息就属于非流动资产 59万 我们要先算它 投资收益 90万5000 那也是先算 用七出的账面余额乘以实际利率计算 后算利息调整 所以利息调整后算 差额嘛 31万5000 那第三 14年12月31日 确认已公司债券实际利息收入 那一样啊 借房债券投资应激利息59万 投资收益98万6900 这都先算 差额呢 债券投资利息调整 就是原来的债券投资利息调整 14年谈销数 15年12月31号 也是一样 那借房债券投资用应激利息 59万 投资收益 107万6200 这都先算 差额 债券投资利息调整 那后算 48万6200 我没有收到利息 利息是在最后一期才收到 那16年12月31日 确认已公司债券实际利息收入 借房债券投资应激利息限算 投资收益 也是先算 然后差额利息调整 这是债券投资利息调整的谈销数 我们最后一期 利息调整要谈满 因此呢 会有借记债券投资应激利息59万 确定 利息调整要谈满 开始购入债券时 贷方利息调整250万 我们要减去的 13年摊销的31万5000 14年摊销的39万6900 15年摊销的48万6200 16年摊销的58万3600 把它都扣掉 还剩是71万8300 所以他先确定 把这都探满 那贷方是投资收益 130万8300 那这一题呢 就涉及到是 到期时疑似环门复息 平时的利息并没有收到 是最后才收到的情况 所以我们看算应收利息 那有的情况是属于 债券投资应激利息 就看分期复期的 每一期算应收利息 到期时疑似环门复期的 那债券投资应激利息 那后最后 借放银行存款 1545万 5年的利息 加上整个本金1250万 那贷方的债券投资成本 1250万 应激利息 就是59万乘以5 295万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单选题 让算的债券投资的账面价值 22年1月1日 假公司支付 1947万 从二级市场购入 以公司当日发行的债券 期限是三年 按年复息 到期偿还面值的公司债券 还是属于分期付息债券 该债券的面值 为2000万亿 票面利率5% 实际利率6% 就是你票面利率 比实际利率少了 那这种情况是折价购入 实际付出的款项 比面值数呢 要少 假公司将该债券分类为 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不考虑其他因素 22年12月31日 该债券投资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就是你账面有多少 如果说有减值 当然要把减值部分也得靠了 这一题没有设计 那有时我们就可能会算算说 期末的账面余额 算账面余额是用期出的 账面余额加计题利息 那减去你实际收到的 计题利息 它会增加你的账面价值 比如说把钱有100万 年初存到银行 年利率3% 我到年底还没有收回来的话 那你肯定有3万的利息 你就会说 现在还有多少账面价值了 100加上计题利息 你再收回来10万 那把10万的减去 这样的道理 那我们这个题目 七初的初始确认金额 1947 加上计题利息 用七初账面余额乘以实际利率 这个题目的实际利率呢 是6% 所以七初加增加 我们也可以说 1947乘以1加6% 叫七初加增加 减去减少 我们收到的利息 那你就算减少呗 收到的是2000乘以5% 那就等于期末数 那经常会用到七初 加增加 减减少 等于期末 那当然 如果这题目涉及到有 购入债券时 支付的交易费用 那你应该把它 记入到初始确认金额中 那这题没设计 最后的数字呢 1963.8 那选项必须正确 那这节课 我们介绍的是 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债权投资为例 说了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然后又讲解了书上这些例题 那我想在进行处理时 需要明确一个初始确认金额 你实际支付的款项 按供应价值 如果有交易费用 要记入到初始确认金额 会增加他的初始确认金额 你最终呢 如果说 购入债券 票面利率市场利率不一致 当然就会相应的反映到 债权投资利息调整里面去 那他呢 以后要按一定的方式进行摊销 那后续 每期算利息时 如果分期付息债券 用应收利息科目核算 到期时一字换本付息债券 用应计利息 也就债券投资应计利息科目核算 数字计算面值乘以票面利率算 但是我们算投资收益的时候 如果说没有已经发生减值的情形 都是用期出账面余额乘以正常实际利率计算 要是有减值的要用期出的贪余成本 也就是在账面余额的基础之上 要扣掉减值 形成期出贪余成本 再去乘以实际利率 但要是更差的债券 购入或原生的以发生信用减值 我们乘以的利率是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 这些要清楚 你把投资收益算了 应收利息算了 差额是债权投资利息调整贪销数 那这个过程呢我们要知道 好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